近日,曾被722疫情所困扰的大连市频频发布让人欣喜的信息 正常开学双清零 一个恢复正常的大连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 8月31日,在预定开学的前一天 记者就走访了几所大连的中小学进行了实地探访 目前,大连市的中小学均严格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各学校全面调查掌握师生员工开学前30天内出行轨迹和健康状况 建立了健康状况台帐 做到排查全覆盖无遗漏 确保师生返校全程可追溯 在大连市甘景子区恒远小学记者了解到 目前该校所有教职员工均进行了核酸检测 学校也已经全面记录了学生的状况和出行轨迹 所有的这个入校的教职员工全部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合格之后方可入校 那么所有的师生不健康不入校 各个班主任老师利用班级的微信群 对所有的每一名学生进行这个体温健康状况 这个形成轨迹等方面的全面的掌控 31日大连市正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所侵袭 但是在校园内记者观察到 风雨交加中 教职工仍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开学准备 消杀检查设备 确定学生进入校园的流程等 据悉为了避免学生和家长的聚集 以及下课后学生前往卫生间方便时可能发生的拥堵情况 各学校对学生上学放学以及下课等均采取了错峰的方法 在大连汇文中学记者了解到 对于上学测温时体温高于正常的学生 学校已经准备了完整的应对方案 以备不时之需 测温过程当中如果有学生出现了问题 体温偏高 或者是由于孩子跑一跑跳一跳来的体温比较高 那么我们设立了体温复测点 让孩子做了一个充分的休息之后 重新测量 测量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直接让孩子进到教室 如果体温仍然偏高 我们要搭建了整个的临时隔离室 那么在隔离室当中进行隔离观察 进一步测量 然后联系家长联系医院 然后把孩子该送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 据悉目前大连市已经完善线上教学应急支持机制 建立线上教学常态化支持保障机制 预先制定完善线上教学工作方案 并准备一周以上的应急数字教学资源 在必要时第一时间提供线上教学的支持